北京时间5月13日21点半 德甲第32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拜仁在主场迎战萨尔克04 上半场格纳布里低射被曝出 穆勒破门首开记录 基米西点球打进扩大比分 萨内远射偏出 下半场坎塞洛助攻格纳布里进球 穆勒措施空门机会 格纳布里单刀破门 特尔进球锦上添花 马兹拉为最后时刻进球 最终拜仁6比0横扫沙尔克04 取得三连胜 继续领跑积分榜 比赛第6分钟 格纳布里突入禁区 起脚低射 门将侧扑化解险情 4分钟后 拜仁再次获得良机 科曼在禁区内的一脚抽射 被对手在门前解围出去 随后 格纳布里门前包抄的时候慢了一步 没能够倒皮球 紧接着 穆勒的推射被门将神勇化解 第21分钟 拜仁进球了 萨内在禁区内把球回座 穆勒直接推射 皮球应声入网 拜仁取得领先了 萨尔克04陷入了困境 第27分钟 拜仁再次获得绝佳机会 穆希亚拉禁区内被肘击倒地 裁判看了回放后判罚点球 基米西主罚 他骗过门将稳稳把球罚进 拜仁两球领先 萨尔克04要想翻盘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第36分钟 萨内直接任意球攻门 皮球击中人强发生折射偏出球门左侧 第42分钟 科曼送出妙传 格纳布里原地投球攻门 没有顶上力量 也顶得太正了 门将把球扑出 半场结束 拜仁2比0领先萨尔克04 下半场一边再战 萨尔克04率先进行换人调整 齐天马也替补上场 换下塞德里克比布伦内尔 第50分钟 拜仁进球了 坎塞洛在左侧突破扣球过人 随后送出道三角回传球 格纳布里得球 他晃开角度 起脚抽射近脚 球进了 拜仁三球领先了 比赛基本失去悬念 第62分钟 科曼在禁区左侧下底传中 穆勒后点包抄 面对空门机会 竟然没能打进 随后 科曼被换下场 赫拉芬被赫替补上场 第65分钟 拜仁又进球了 齐天马也回传球出现致命失误 格纳布里高速追球 突入禁区 获单刀机会 他顺势过掉门将推射空门得手 完成没开二堵 拜仁踢封了 第80分钟 马蒂斯比特尔也进球了 拜仁真是踢封了 最后时刻 马兹拉维进球锦上添花 最终 拜仁6比0横扫沙尔克零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